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週末版政治到了 我是許貴雅 今天一場罷免投票的結果 已經揭曉了 終究小蝦米 他還是難敵國民黨 盡全黨之力 在罷免一個人的力道 罷免台灣基進立委陳柏惟 最後是同意罷免 突破了門檻 門檻是73744票 陳柏惟確定他被罷免了 那陳柏惟說坦白的 我們來看 他除了要對付國民黨 用盡各種的抹黑的攻擊之外 他還要面對在地的派系 在地的勢力 嚴加他整個組織動員力 當我們在講 設計本來是要來監督 以及要淘汰不適任的 民選的公職人員的罷免權 可是當我們的罷免權 被濫用成為政黨報復的工具 這絕對不是民主之福 今天我們要好好地來分析 難道說台中第二選區 只有嚴加能夠來選 只有嚴加能夠當立法委員嗎 我們還要來看到的是 國民黨身為一個在野的最大黨 國民黨新當選的黨主席朱立倫 他要用這樣一個欺負小黨的立委的方式 來為自己的黨主席做立委嗎 另外一塊我們要看到的是 當世界都在抗中 包括美國總統拜登 他公開表態 他說如果中國是武力犯台的話 那他的答案是會保衛台灣 美國對中國的政策 對台海的情勢 拜登講這樣的一個大白話 那打破以往 以往我們說美國應該對台 是比較戰略模糊的 我們要如何來解讀拜登的最新說法 好 今天我們開談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資深媒體人黃創夏 大家好 好 歡迎政治學教授范士平 各位好 大家好 以及我們歡迎資深媒體人王時期 大家好 還有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的秘書長王之勝 各位好 大家好 以及我們歡迎國民黨新北市議員葉元之 各位好 大家好 還有民進黨的台中市議員周永鴻 各位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先看到的是罷免陳柏惟案 晚間不到六點鐘的時候 大事差不多就已經底定了 同意罷免 確定是突破了台中第二選區的選舉人口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73744票 這一個門檻已經過關了 我們先一起來看 激進黨令委陳柏惟這一仗敗了 在晚間現身季投廣場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等一下請了一種 幸好的一種 謝謝 從上午投票時的心情複雜到現在罷免案成立 敗給山荼總部 也敗給請全黨之力的國民黨 以及地方嚴加勢力 我們不是輸的 我們沒有台北市 今天一年高歌會做立法委員的經驗 我們這次不公益百分票 總共有7萬幾票 也是差不多在門檻 對 相對於陳柏惟團隊氣氛低迷 另一方3Q總部 計票現場則是情緒激昂 台中選榜 台中選榜 最大的一個進步 感謝大家 加油 加油 而在台中第二選區 地方勢力嚴加的動靜 服務處擠滿支持民眾熱絡吃火鍋 台中 不過前立委顏寬恆 以及妹妹現任的 台中市副議長顏立民 都沒出現 傳聞在家低調觀看開票結果 從這一次罷免案選舉人數來看 中日選區 包含暮風沙露大陸 烏日龍井五個行政區 投票率足過五成 同一罷免票超過 73744票的門檻 而3Q1這一場攻投走來 勝負結果一直被外界視為 將會牽動台灣藍綠團 胡蕭長 也從陳柏惟個人的罷免與否 提升到藍綠黨派對決 下一步日營推誰應戰 以及嚴加的下一步棋 都影響明年過年前 立委獨取戰 我要先請教永鴻 因為永鴻你是在地的議員 我請教你來看 因為其實這一次 之前我們會非常關注 是有關於整個投票率的部分 那投票率的部分 前幾次的罷免案冷熱之間 冷一點的大概就是27%左右 28% 那熱一點的到四成二也算是熱了 對不對 像是罷免韓國瑜案 就到了四成二 可是這一次 真的不簡單 台中第二選區的民眾非常踴躍 我們看到這是中選會 台中的選委會 告訴你說整個投票率是多少 反而比較低的部分是殺戮區 那我們看總體來講 總體總投票率 百分之五十二點六三 從這樣一個投票率的訊息 你怎麼樣來看 我覺得到罷免最後這一週 我覺得雙方都有動員 不只是地方派系在動員 國民黨在動員 因為最後年輕人有在動員 說要回鄉投票 那我們也看到包括烏日 烏日是比較多新住民的地方 就是新移民的地方 我指的新移民說 後來搬進去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投票率很高 大概年輕人都有出來投票 我想這是投票率會比較高的 那第二個部分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 這個罷免跟過去幾次 其實很不一樣 是除掉韓國瑜的之外 最近幾次的報復式罷免 都發生在哪裡 王浩宇的地方 是一個充滿眷村的地方 黃捷的選區有很多眷村 因為在鳳山 那都是以一個 這個以眷村為主 然後這種復仇心態 國民黨的動員 但是在這一次中的選區不太一樣 他那邊眷村很少 那邊其實只有八個眷村 他那邊的基本上就是一個地方派系的格局 當然我們講地方派系不是只有嚴家 台中有紅派黑派 所以他是一個標準的地方派系的 一個動員的方式 所以這跟過去的那種 那種光是靠這個語言宣傳 這些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因為他也不是空戰 他真的是陸軍戰 他不是空戰 所以這次最賺的 待會也會也許會講到 坦白講這是最賺的是朱立倫這些人 他們是沒有票的 他們那邊也沒有票 也沒有組織票 那他就是來趁得的意思 對 我跟各位報告 我已經講很多次 你們看過去 顏清標在做立委的時候 有誰記得他的對手是誰嗎 從來沒有看過 他們選舉有新聞 除了顏寬恒 這次對上 陳柏惟上次的選舉之外 在過去其實都沒有人知道說 那個地方在選舉 還有誰在選 因為他們從來不是打空戰 就是陸軍 而他們陸軍是很結實 很堅強的 那我今天也聽到一些 看到一些狀況 那當然 有一些里長都會在這個投票口附近 晃來晃去 那當然他可以說我是來監票 我來看 那這也 我覺得是有走灰色地帶 但比較重要是 今天有民眾有傳這個照片給我 那坦白講 當然這就在投票所的附近 然後投票 那這個不是單一的狀況 有很多地方都這樣 那為什麼投票附近有這一群 有這些人 他們現在是在那裡泡茶嗎 對 看來在那邊泡茶 還有牛 還有肉乾 在那邊泡茶 那就是說 他們要在這個人行道上 耗一整個下午 那是在幹嘛呢 我坦白講 這個過去 以前地方派系的選舉就是這樣 包括你選不管是選代表也好 選農會也好 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在監票 看說這個村子裡 有誰有出來投票 誰沒有出來投票 我的人有沒有出來 所以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動員 所以在這一次 包括其實選前 大概就已經在講說 這個賭盤開到八萬票了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這是很有可能的 因為地方派系的動員 那個真的跟過去 前兩次的這個罷免是不一樣的 他不是靠空戰 那還好是說後來 事實上柏惟這一次的票也沒有很難看 就不同意票坦白講 其實也是高於原來的 高於原來的預估 只是畢竟罷免就跟大選不一樣 大選是全國同一個時間都在辦大選 同一天在辦大選 所以全國的人那天都要去投票 但罷免沒有 全國就只有中二 台中二第二選區在罷免 那你說北漂的這些年輕人 不管上班也好 上學也好 他不一定有辦法回來投票 因為不是全國一致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未來是要討論我們的罷免制度 就是說到底這個制度是不是應該存在 比方說歐美是沒有罷免的 你可以對行政首長罷免 因為行政首長是單一一個 但是民意代表你在議會裡是多元意見 你是其中一個你罷免是不是有意義 尤其在歐美的那個制度是政黨比例代表制 歐美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罷免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之後未來要討論 再來我覺得這幾次 從這個三零就是朱立倫講說他是三零立委 一直到三獨立委 就不斷的用抹黑造謠的方式去攻擊一個人 那我覺得這已經樹立一個很不好的案例了 不好的典範 這是真正教派他們大歲 未來是不是所有的選戰都變成一個延長賽 就是說選輸的人 他之後尤其是地方 比較非都會型的 他地方派系只要用動員的方式 他就可以把你這個人罷免掉 然後透過補選的方式再回去 那就每一次的選舉都變成 都要再面對一次罷免 然後再來一個延長賽 最後我覺得說 我們擔心會有延長賽 但是我們要聽聽看 陳柏惟今天面對這一場罷免案 最後同意票是過關了 我們來看看陳柏惟他今天 他怎麼表達他的心情 是否這樣 這一路走來 我就覺得立體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當時笑的一種不是好的一種 謝謝 有人說 你用肉要用 你用肉要擔心做兩年三個月 我要給大家報告 我不是輸的 我沒有台幣 這一年九個月做立法委員的經驗 這一年九個月的經驗 除了讓我自己成長以外 你可以看到有台警官 我們臺灣基進 我們臺灣基進 在這道面對白免案 我們也成長很多 過去 我對臺灣基進 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譬如說我們做事情要緊緊緊 我們可能要跟我們臺灣的關係比較好 而且是要做一個能力 但是因為當時機器太小 香不起來 但是現在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臺灣基進 我們很大人 這個燈火湯 不是我喝 也不是你喝 不只是我們這些人喝 是臺灣基進 這會 都很大人 這次我們真的不舒服 你看 我們這次不公義百分票 總共有七萬幾票 也是差不多在門口 旁邊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我們花一年 到各位的時間 有年 我們拿到十一萬兩千票 還有 孫子雄 一方面是因為 對手頂領 總統後選領 我們不講就是 讓人懷疑比較多人 另外一方面 當然因為台選 有很多回憶 而且是平常時下 無關心政治的人出來投票 但是 這幾年到各位 我們紮紮實實的 拿下了 拿下了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票 在地鄉親的林董 自己 自己拍一下 給我聲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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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 謝謝 謝謝 神機 要把這種很辛苦不耕耗的心情放在心裡 化作民主的經濟去影響其他人 這種事我完全不願望 但是我希望在這種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們用歐國不好的素領可以越來越少 我們沒辦法控制對手 但我們可以讓自己更加有難攻 更加有抵襲 剛才不實在信息的時候 我們有判斷的能力 未來也有公道 也有管理手段 也有其他的選議 也有很多工作 需要各位台灣的主人 台灣的公民來繼續努力 我們前兩禮拜 我過去的一些事情都會出來了 當然有一定的兵度來影響最好的島嶼 但是我們沒有代表 有學處的人就不可以參加 所以要拜託大家 在未來的日子 你們每一個人 都是台灣民主選團的一個日間好不好 你們都要想辦法去影響你身邊的人好不好 好 我們看到陳柏惟今天 他在表達他的整個罷免案過關的時候 可是你有看到嗎 他笑得出來 他展現的是他的笑容 他就像是我們公司的這個品牌 我們說什麼 專業品質正能量 現在他展現的是他正能量的那一塊 來 時期我給你請教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陳柏惟他的說法 他其實是希望說大家這個民主的力量要傳下去 我覺得他當然不可抹滅的是說 的確他也發揮了相關的作用 我們先來看到 底定的數字是怎麼樣 這個是選委會最後的數字 同意罷免七七八九九 那門檻是七三七四四 那不同意的部分是七三四三三 所以兩邊的相差的是四千四百六十六票 來 我請教時期 你看到這一個數字 其實兩邊說坦白的 數字是咬得蠻緊的 但是比較遺憾的是 這個不一樣的部分 就是說同意票的確是跨過了門檻 那時期怎麼來看 他們兩個人在選立委的時候 其實票數大概也就是差五千票左右 也就是說當初的熱戰差五千票 那這一次罷免案 他們還是差差不多這個五千票 我覺得從剛剛這個陳柏惟的 敗選的談話看得出來 就是說他也的確透過這一段時間的經歷 試圖讓自己成長為一個更成熟一點 更被大家能夠接受的 台灣的政治人物 這或許是他人生裡面一個極為很痛苦 可是卻也是極難得的一個經驗 那這一次因為陳柏惟一個人 其實在面對的是一個龐然大物的怪獸 在跟他作戰 所以過程間的造謠抹黑 通通看起來是有效果的 那而且在罷免案 因為他是必須要有一些門檻 所以在判斷說這個選區到底是需要冷戰 還是要熱戰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透過幾場的罷免 應該可以給大家一些新的想法 你冷戰是沒有什麼用的 你只有熱戰 黃潔熱戰 黃潔過關 王浩宇冷戰 王浩宇失敗 陳柏惟要熱不冷卡在中間 用毒的時間可能又太久了 對 然後所以他就輸了 可是只有輸一點點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於陳柏惟個人來說 是短暫的挫敗 但是對於長期來說 或許他可以成長為一個更好一點 更滿足大家要求的政治人物 那因為這一次他面對的這個 實在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那個地方組織的抓地力 實在是太過牢固了 從過去言清標一直到言寬恒 言家在地的每一次選舉 都是得票在五成 言清標是六成 然後言寬恒是五成左右 他不管是跟陳志凱的選舉 或者是他跟陳柏惟的選舉 大概就是這種抓地力了 不管外界風雨如何 他們家在地就是五成起跳 那所以當現在的整個政治環境 你看起來不但有抓地力的五成 再加上這個選舉策略的抹黑奏效 然後造謠奏效的時候 這個時候對於不管是激進黨 或者是對於民進黨 對於另外一邊陣營 其實都得要重新思考說 如何面對這種快速的反應 然後你可以有效的打擊造謠跟抹黑 這樣子的招數的時候 然後另外一方面 人家組織五成 那你的組織呢 你的組織對民進黨來說 接下來三個月內要補選 你的組織打得過人家的五成嗎 說這件事情也必須 在未來的政治的長期的作戰當中 必須嚴肅的納入考慮 所以我覺得這一戰對陳柏惟來說 是怎麼講 他一個小蝦米 他要對抗的是一整個大黨 加上地方家族 甚至可能還加上了中國的力量 一個人面對國共兩大黨 打成這樣幾乎要平手只差五千票 厲不厲害 很厲害了啦 但是難免會讓他的支持者 會覺得傷心 會覺得很難過 就覺得哇天啊 這個會給世界上面一個錯誤的訊息說 面對中國的打壓 中國的攝入 中國的手進來台灣的時候 台灣人其實並不是那麼的 一致性的能夠對抗中國的力量 這對中國來說開不開心 我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畢竟他們選前都已經對國黨 下指導期了 告訴你說接下來怎樣 接下來要怎樣嘛 那所以民進黨接下來的三個月內的補選 以及這個年底的沒剩幾個 一兩個月的公投案 哇這個是非常嚴肅的考驗 范老師搞不好央視覺得你看我下指導期有效喔 所以之後他可能也會吹下去喔 可是我們比較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啦 你看激進黨他真的是一個小黨 尤其是在國會裡面人只有一生而已 結果呢 國民黨我是最大在野黨沒錯 但我就是欺負小黨啊 然後共產黨就是老共那邊 也夾著聯手下去 你怎麼樣來看 我相信這個禮拜下 或下個禮拜的央視的海峽論壇 應該會討論這個議題 他們應該會說 你看取得了第一場勝利 大概是這樣啦 那下一個當然就是臨場左了 但是我必須要講 今天陳柏惟是這個字 雖敗猶榮 我覺得他的票數已經拉 其實一直都是在纏鬥 從一開始開票 大概都是差個兩三千兩三千 就比如說那個差距一直拉不開 就鹽花他們家族使用了吃奶的力量 用了他們大甲戰藍工的系統 用了他們農漁會的系統 用了農田水利會的系統 用了各種的調阿卡派系 但是你可以看到非常的膠著 那最多最多我曾經看到最多也不過 就是差了大概五千票而已 但是都很接近 那我們看到這次最後結果 也不過贏了四千多票 其實我必須要講 因為陳柏惟他自己 只有一步一腳印嘛 他只能靠他的苦心 而且你可以看到 在他整個苦心的過程當中 是沒有人敢站出來 按讚給他支持 大家都隱性的 為什麼 因為有少數啦 比方說我們曾經討論過 那個臭豆腐的老闆 他不是有那個宣傳車嗎 但是資源的確是少 而且甚至呢 是不是 我們在討論說 為什麼這樣寫加油 因為不敢說出來 不敢說出來 所以不敢說我 這樣有金庫密碼 跟你講說我是挺你的 但是你看到為什麼 為什麼他這個晚會 剛才這個所謂的 感謝晚會 大家都跑出來了 因為大家有股秒氣嘛 就像你嚴家這樣子搞 惡搞 大家已經受不了 大家還是要站出來 支持他 聽他做最後的演講 所以我覺得這表示什麼 表示在這個大烏龍地區 其實如果我是嚴家 我看到這個選舉的結果 我不會擔心 因為我並不是一個完全的 就是好像是這個 完全的很大幅度的勝利 我只是差在一點點這個地方 那當然我們知道 一方面天候天氣特別好 第二方面嚴家的動員 第三個的確年輕人才剛剛過完 雙十節的廉價 你要他再回家投一次票 是強人所難 所以我覺得 但是還能夠拉得這麼近 所以我覺得如果 嚴寬恆認為說 我這樣我再補選 我穩上的話 如果他穩上的話 那我覺得很危險 而且這個是會有鐘擺效應的 這次我們輸給了嚴家 那下一次如果要補選 要不要討回來 我相信不管到時候 是民進黨 或哪個黨派人出來 代表綠的 他會大家會覺得說 要給他一次機會 所以我也不覺得 嚴寬恆他們 他躺著選會上 也未必 再來我覺得陳柏惟 我必須要講 他去年贏了 這個嚴寬恆 可能是很意外 是很意外 因為也贏了五千多票 他本來就不是這個地方的人 而且嚴家在當地的組織 這麼的綿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嚴家在當地的經營 二十多年 二十六年 所以的確是 我覺得的確他勝利之後 是有一點 有點飄飄然 甚至有點覺得 一下變成是立法委員 那個的確是會 會在言行上 是稍微會 會大家覺得好像有點自滿 可是我覺得他經過他 這次的這個之後 他最近的一連串的發言 你去看 他成熟了 比較成熟 他成熟了 當然這個是他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但是我覺得如果他未來 還想從政的話 我覺得他這是跌了一跤 對他來講 他學習到第一個謙卑 我不想想 一個過去也沒有仇政經驗 忽然變成國會議員 這個當然會覺得 我忽然不可一世了 所以他當然在很多的言行上 他會可能會 可能會比較over一點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這一次 他懂得去感謝 而且你看到他最後 他在支持的時候 他告訴大家 要微笑 不要哀傷 我覺得他 他懂得去教育他的支持者 不是去刺激對立 不是在那邊激化仇恨 這點我覺得我肯定他 然後來 原知我先請教 你剛有推演到 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然後投票率不簡單 可以衝到五十二趴 對 我本來在選前 我就說是五五波 那實際上今天投票結果 真的是五五波 那只不過說 投票率非常高 那因為投票率高的結果 贊成又比不同意的多一點點 那所以就過二十五趴 然後罷免就過了 其實這跟我們之前 評估的是差不多 那我是覺得其實陳柏惟 剛開始要被罷免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的讓人家感覺氣勢值比較強 那那時候其實我看到很多的民調 都說同意票應該會超過百分之三十 可是我覺得他後來選舉的那個策略 其實是成功的 他後來採用一種苦刑的策略 然後再來就是在選舉前一天 他提到說他可能過去有一些不足 他要做三個反省跟改進 那確實就是讓有一些人就想要選擇原諒他 所以這次雖然說罷免有通過 但是實際上也只有過一點點而已 那我覺得說我們也不能夠把那個 因為那個罷免通過 就是說把支持罷免的人 就講得很不公不義 好像用什麼不正當的手段讓他們出來 然後不同意票就是正義之師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罷免制度本身 他就是一個民主的過程 那不管選舉的結果是怎麼樣 那大家都是要尊重 這就是一種民意的展現 同意跟不同意都是人民投出來的 我覺得不能夠去貼標籤 就是說意見跟自己不一樣 就說人家不好 這個我覺得也不對 那再來就是罷免 其實也不是貼標籤 因為我看我是蠻驚訝 這張照片呈現出來 就是說在投票所 這是一個罷免案 可是投票所真的很踴躍 排隊多少人 這超過十五個人 就是說排這麼長的一個隊伍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資深公民比較多 有一些白白是比較資深公民的部分 甚至有那個推輪椅 怎麼樣都出來投票的 那顯見就是說 剛剛永宏要呈現的地方 或者是包括有人講到說 熟悉中部的政治生態的台中文說 這標格很有力的 包括那個里長 個里你要給我開出來 我感覺摸他的手裡 沒有 貴啊 如果我說比如說 牽涉到脅迫 或者是強迫的部分 或者是買票部分 那當然檢查就可以去查 但如果沒有證據的話 那些人也是行使他自己的意志 他不喜歡陳柏惟 所以就出來投了罷免票 我覺得不能夠這樣講說 一定是因為基於什麼不正當因素 才出來投票 那回過頭來講那個罷免制度 當然現在很多人會開始討論說 這個罷免制度 要不要檢討 確實我也贊成啊 就是說 比如說 以一個議員來講 他能夠 因為我們議員是多席次嘛 像王浩宇 他就多席次 他就綠黨的 那比如說他幾趴 那他得到八趴 然後其他人九十二趴出來罷免他 我也覺得不合理 可是我覺得標準要一致 因為最初的時候 是國民黨立委最早被罷免 那時候有人發起戈籃圍 然後後來戈籃圍沒過 民進黨認為說罷免的門檻太高了 所以他們覺得要下修 他們說要把憲法賦予民眾罷免的權益 還給人民 這是民進黨講的 然後後來罷免門檻下修之後 林長佐自己還也出來講 他說好棒喔 這個是人民的勝利 結果現在因為比較跟民黨 比較親近的陳柏惟 被罷免掉之後 忽然講說這罷免制度不合理 可是我覺得原子女家論述 你忽略掉了 比方說王浩宇案 比方說黃捷案 就是說你們現在找一個理由 捶一個當季旗的 你就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在這個遍地烽火 那還變成說 我們的整個社會裡面 沒有辦法平靜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稍後來看到的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遇見一件事情 進行說三林立委 三獨立委 三包立委 是不是這樣一個炒作說 我先幫你摸 然後在這個罷免的過程裡面 就可以得力 那是不是國民黨未來 比方說林長佐 或是後面他還不要點其他的火苗 是不是會變本加厲 我們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陳柏惟被罷免的整個過程 一路走來有非常多的各種的小話 造謠抹黑等等 那我們看其中有一塊 是不是這個顏寬恆 他PO說我有良民證 這個部分當時陳柏惟是怎麼回的 陳柏惟說 其實我們也很抱歉 需要讓這個顏寬恆 還要拿出那個良民證的這個部分 他當時是這樣回應的 那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個陳柏惟他對顏家 在最後倒數時刻 他講出一個真心話 他說什麼呢 他說他有一點不是很能夠理解 他到底是哪邊不夠尊重顏家 我們一起來聽 他決定難道不是為了體諒他們嗎 做這些決定 難道不是為了尊重他們嗎 但是在罷免案之後 陸陸續續你看到罷免方的攻擊 扭曲抹黑 甚至到後來 他選擇跳進來這個戰場 站在高牆的那一邊 來欺負我們 所以我真的不理解啊 我講的真心話是 我們真的是用尊重他的方式 所謂的真心話就是 只是沒有講出來而已 難道我做的動作 跟我想的不一致嗎 我難道不尊重他們嗎 我何時攻擊過他們 何時講過他們 何時批評過他們 我已經盡力了 接下來路上 要拜託你們替我完成好不好 好 最後這條路 只有你們可以完成 如果你們願意給我做 我絕對 會用最多的能力 來報答大家 參觀外表 不管名字的結果如何 我是3Q彈票位 在這裡一路上的朋友 一路上的民眾 一路上的台灣人 我要說一聲感謝3Q 從顏寬恆跳出來 他說他是志工 可是後面陸續PO了一些文章 這邊的確就是 雖然說是罷免陳柏惟案 可是你看到嚴家 他們出手的這個痕跡 那我們來看到相關的票數的部分 五個選區 來我們看 包括殺戮大渡龍井等等的 這裡都是算這個同意罷免比較多 可是呢 雙霞哥有沒有看到 烏日區怎麼會 異軍 嚇得不一樣 不同意罷免票 反而是比較高 高了一些些 不到1000票 但是蠻突出的 烏日這個選區 哪邊比較特別 其實這一場罷免 當然這個52%的投票率 52%的投票率是很高 也讓我們有點意外 可是你回去再仔細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其實 這就是我們那個制度 真的是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因為制度上 其實到最後回去 是藍綠上 基本板塊造成了這個 你以後會很麻煩的狀況 為什麼講呢 你看這整個出來 這次是五個區嘛 而五個區裡面呢 只有在烏日的時候 不同意罷免 高於了同意罷免 所以那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烏日在高鐵 蓋上去之後 然後它是裡面 外地 年輕 移到台中的人居多 所以這裡面的一個 比較接受新思維 不受到傳統的地方上的人脈 淵源所影響 所以你看烏日是多的 然後後面呢 不管是殺戮 就嚴家的老地盤嘛 殺戮起架的地方 然後龍井大渡 也是他們的地盤 也是他們原來的地方 所以他們都贏了 而霧峰呢 雖然他們呢 那霧峰是比較派系 但是那派系跟那個嚴家無關 但是霧峰不要忘了 他以前是中興新村 中興新村本身就偏藍 所以你看其實最後這個結果 就變成是 你想什麼理由 或各種的努力 其實最後就是板塊來決定 而這板塊來決定 所以我們這樣一個選舉制度 選舉罷免的制度 這個門檻 其實經過這一次 其實從上一次修法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十五次的罷免 只是有很多是村里長 很多是村里幹事 沒有給大家注意 所以其實這個制度 我是覺得一定要改 不然以後沒完沒了 而這個沒完沒了這件事情 你會說 可是另外一個呢 剛剛講到的是 其實朱立倫也不要說他是贏家 剛剛有人說他是贏家嘛 朱立倫看起來是因為這一關之後 所以他首戰不是中戰 所以朱立倫他在馬上十月的 國民黨的全代會OK了 他有個成績他可以交出來了 張亞中 亞流 韓流 不能去挑戰他了 所以他的人事可能比較安全 他的整個全代會 整個狀況 他的威望是有了 只是說一個堂堂的大黨 朱立倫的政治經歷又這麼豐富 竟然要靠一個小黨上面 去建立他的威信 感覺其實也是覺得 太大器小了吧 這樣 這樣建立的威信 對朱立倫是好的嗎 可是這裡面就為什麼要講到這個威信 因為朱立倫看起來是過了這一關 可是後面你就知道 那這裡面的政策過程中 地方上既有的勢力 加上最後一個晚上 是那些完全不受朱立倫引導 而是想要去指導朱立倫的戰鬥欄 然後甚至范老師剛剛講的央視 對不對 李鴻 以後大家看到這些事情會鼓舞 他們繼續去指導朱立倫 所以朱立倫看起來是過這一關 可是後面 而且連續好幾戰 朱立倫恐怕都要被指導 第一個呢 目前就在中選會選的 就是林長佐的 第二階段的送過去的連署 能不能過關 他不知道要尊重中選會 然後接下來如果過關 然後再關一二一八的四大公投 然後在明年 照著我們的選拔法規定 三個月之內要補選 所以一月的時候 又有一個台中中二選區的補選 而這個時候 到底朱立倫這個看似 好像已經是佔助了 有威信的黨主席 是不是後面有地方三文派系 有那個戰鬥欄 有亞流 然後還有李鴻在指導 所以我說這個朱立倫 你達到這樣一場勝利 你的威信到底有多少意義 我覺得朱立倫 沒有 我這個補充一下 因為我也不覺得 我不認為說朱立倫 有利用這個選戰 然後建立威信 因為這個3Q是 其實是3Q 他有沒有建立威信 是3Q的功勞 因為人家從第一階段連署 到第二階段連署 你說是那個公民團體的功勞 我覺得必須要歸功於他們 那如果是公民團體的功勞 為什麼朱立倫要出來開記者會 當然我們有認為是我們的勝利 但是如果說你要算功勞的話 我覺得他不是 因為他當主席也沒多久 那他接這個主席之後 其實罷免已經算接去最後 所以贏的話 我覺得稍微對他來講的話 是一場勝利 但是功勞不是完全是他的 反而就是說如果輸的話 可能會對他有點傷害 所以我認為朱立倫挑戰 不是在3Q 應該是在後面 因為像那個罷免林長左這一億 罷免林長左這一億的話 因為現在第一階段剛過 第二階段已經送件了 那送件的 按照如果說有過的話 投票日應該會是 跟那個四大公投同一天 就是十二月十八號 那四大公投加上了林長左罷免案 這一億 我覺得是朱立倫 他當主席之後 等於是比較完整參與的這一段 應該是下一個挑戰會 對他來說比較有意義 補選的提名 他會不會受到綁架 補選 受到綁架 補選的提名 有可能不是嚴加嗎 應該這樣問 補選提名 這個因為國民黨 有一個黨內機制 看有哪些人要參選 然後根據黨內的民主制度 就是大家權力相挺 就是根據你們那幾個縣市黨部的主委 大家來討論一下 國民黨 如果是講這個補選的部分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嚴加要參選 為了不要給朱立倫 天麻煩 剛剛那個原資都講說 這場補選不是朱立倫的功勞 所以嚴加可能認為說 那可能也跟國民黨切割 五黨提出來選 其實國民黨就沒事了 因為金標以前是五黨聯盟的 他也不是國民黨的 嚴格講的話 我不曉得是不是中間有什麼交換 但是補選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之前一直在講說 你敢不敢 國民黨敢不敢站出來講說 你再來就是不提名嚴加 或是什麼樣的標準 就是純粹的制工 就是制工 不可能不要 不算說我要去補 不可能這樣 敢講嗎 就講不出來 不敢講 我們就等著看下去 然後一樣的標準 是不是要用一樣 每一個未來都 都用良民政的標準來看 來看每一個 不只是補選 不可候選的人 不是我是覺得良民政不難 只是國民黨有一些就剛好 不是那麼容易 我就覺得很奇怪 良民政誰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不是啊 你去申請就有 還是 你現在也是有前科 去申請就有 他會申請 不是啊 因為我真的沒有 申請就有了 你沒有去申請 沒有申請 對 所以我繼續講 接著講 我就說事實上 就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 原字講的東西 我覺得有點詭異的矛盾 就是說 這一次的這個罷免成功 不是助力 不是國民黨跟朱立倫的功勞 如果輸的話 就是朱立倫跟國民黨的問題 這個邏輯好像怪怪的啦 簡單講 沒有 其實那是現實 沒有邏輯 如果輸的話 亞流就要造反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贏了這個獲益最大者之一 之一 還是現在以國民黨 以朱立倫當長主席的國民黨 最起碼他 因為是等於是大家都有去協助啦 所以不是他一個人功勞 意思是這樣 當然不是 當然對你們來講 不是啦 因為那你開玩笑 你把顏寬恆跟顏情標放到哪裡去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這一場 我跟你講 江啟成也會說 你喜歡說 把社工勞都攬去 也會生氣 這事實 這事實沒有錯 對江啟成來講 他至少本來去了半條命 現在大概回魂不少回來 至少你看起來 在臺中的地方派系的聲音 還能夠在一場 這樣子警封的罷免當中 能夠有相當相當強大的動員能力 之前我記得跟永恆有分析過 就是說 嚴家或者是這個台中的黑派 在中二選區的動員能力 大概六萬八到七萬票 那看起來 這個動員能力 在這次的票數的呈現上面 是出現的 也就是說 基本上你會看到說 地方派系 特別是國民黨長期經營的 這個地方派系 在台中這個部分還是存在的 但是你要換個角度想 已經打到這樣子了 全黨打一人 然後中間還有各式各樣的 的這種派系力量的介入 再加上各種二子抹黑的文化 奧波出境 那你後面還是不是還有中國的一些 一些地下的力量 或是網軍啊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的介入等等 你也不過才七萬七七萬八 在我看來 在我看來其實 如果嚴格要講 我覺得這一場 對於國民黨全黨動員 這個叫慘勝 因為你不是這樣而已 可是你要對於一個 過去是拿年輕人選票的 過去是這個沒有派系奧援的 確實他在地方扎根未穩 那更多是因為想要給 這個新的人一個機會的 這個嚴寬 對不起陳柏惟 他光這樣子 他拿到七萬三七萬四 我會覺得說 這個罷免的失敗 不見得是真的失敗 我們只能說 地方派系的力量太強 我們只能說 後面全黨對抗一個人的力量太強 我們只能說 中國在後面 可能有的迎霧者的角色太強 但是你看到 當你看到七萬三七萬四的時候 我覺得陳柏惟那個笑者流淚 是看到了這個選區 其實還有很多的希望存在 你要知道有多少人 百分之五十是什麼意思 就是很多沒有回來投票 很多年輕人他沒有下來投票 可是 這個地方派系的票數是開出來的 那個gap 那個二十趴的gap在哪裡 其實可能都在未來下一個陳柏惟身上 所以我覺得 對於 這一次感到失望的人來講 也不應該悲觀 當然這次會蠻遺憾的 我們現在要透過視訊連線 我們要連線給高雄市議員黃傑 黃傑曾經他也被罷免 不過他挺過了那一關 我想請教黃傑 黃傑現在在線上嗎 是 大家好 來 議員我請教 因為 我不曉得你之前有沒有怎麼樣來評估 你怎麼樣看說 柏惟這一次被罷免 後來是成功的一個狀況 你現在的這個心情狀態 還有你剛剛應該也聽了這個柏惟他的 敗選就是說這個罷免案被罷免過關的時候 他有什麼樣的一個心情 其實我們看他是覺得他蠻正能量的 那你是怎麼樣看的 我覺得柏惟真的比我們勇敢很多 因為他即便是遇到這樣的結果 他還是 反而是他在鼓勵大家說 不要太難過 比較糗的這樣 不過 我們看的真的是 很不敢的 真的很心疼 會覺得 明明知道說這個中間就是這麼的不公平 然後這個結果 就是中間已經經歷過很多的抹黑奧波 然後一個堂堂的大黨 用這樣的這麼強大的地方施力 加上中央的資源在碾壓701個小黨 只有一席的立委 我覺得其實全台灣的年輕人看在眼裡 真的都覺得 這本來就是一場不公平的選舉 那當然這個結果大家也只能尊重 因為這就是一票一票選出來的嗎 那我們只能說這個結果看得出來 就是地方勢力的票都 這就是他們的實力啊 那只是對於年輕人來說會失望的地方是 我們當初就是滿懷希望的 希望把一個年輕人送到一個 挑戰一個這麼傳統勢力的一個地方 然後結果創造了一個奇蹟 那這個奇蹟卻 像是一場美夢這麼快 那麼短暫啦齁 這麼快就美夢就碎了 就正因為這個地方勢力他們是用這種態度在面對一個年輕人 就是他們覺得說這個地方還是我的地盤 不容任何的新的火水來注入 所以我覺得這個結果給年輕人一個很大的警示是 那接下來到底誰還可以像柏惟這麼勇敢敢去做這種艱難 但是又必須得做的事情呢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心情會很複雜的是 那接下來到底我們還要繼續戰嗎 那當然要戰啊 只是說這個氣勢的確是很氣餒的 因為接下來還有很多很困難的戰役 我們想要改革我們想要進步 可是這樣一一想要努力的年輕人 都被這些龐大的傳統的勢力這樣輕易的就消滅了 那這是我看到一個覺得對年輕人最大的一個不友善的地方啦 那我覺得接下來 因為其實接下來大家擔心的就是常作嘛 所以我覺得到下一棒之前 大家就是沒有放棄的喘息的機會啦 因為就是站在本土派的這一邊 就是接下來每一站我們都還是再怎麼硬著頭皮 就是要硬陣下去 那希望大家就是趕快打起精神 那當然對於柏惟請讓他好好休息 他真的太辛苦了 這段時間走到指甲掀起來走到麥咖 走成這樣然後最後去打點滴什麼的 這個就是讓他好好先休息 那至於說接下來這一站大家沉澱之後 必須要好好的思考 那剛剛其實剛剛聽到大家在討論朱立倫 我的想法跟大家也一樣 就是覺得說朱立倫你到底贏在哪裡啊 你到底憑什麼說這是你的勝利啊 就是這個大家只會看不起你吧 就是你從頭到尾你也不是台中人 你這樣去指指點點的 然後作為一個外地人 你也沒有幫上什麼忙啊 那這個時候說是你的credit 應該是根本就沒有你插手的餘地吧 或者是說你想要藉由大欺小的一個堂堂大黨 來欺負一個一席立委的激進黨 這種這一站並不是能建立你威信的一站 必須要這樣講 也希望國民黨可以認真的思考 你們真的要繼續做這種讓年輕人看不起的事情嗎 你們不是很希望說可以挽回年輕人的信心嗎 結果你們一再的用這種最老派的方式在打壓年輕人 年輕人真的看不下去啦 所以我希望的是接下來大家就是好好的振作 那當然接下來怎麼怎麼站下一站 包括剛剛提到的接下來12月還有公投 那1月中二選區還有補選 那當然這個補選我覺得不用想了啦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嚴家的復辟 大家都早就知道嚴家的意圖在哪裡了 那希望的是接下來大家 也是不要忘記這一站給大家的一個警惕 然後我們真的要繼續努力啦 好 我們謝謝黃傑接受我們的視訊連線 我先請教永鴻啦 我幫你請教就是說 你有沒有感覺到說陳柏惟這一個 他從以前的什麼我說三零三毒三包 還拿出什麼十大爆頭 反正他可以怎麼激進 他們認為說可以攻擊智能士都拿出來攻擊 那這一關他們過了 他們得到勝利了之後 那之後的這個林昌佐的部分 反正我直隨自衛 我就如法炮製就好啦 是不是這樣呢 我覺得這有可能 因為陳如我剛剛講就是說 這一次的罷免跟前幾次不一樣的地方 是這是地方派系為主的 相較於黃傑 相較於這個王浩宇 他那個是眷村票比較多的 那林昌佐的部分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未來如果說 坦白講我就是講說這些人 包括朱立倫 包括江啟成 他們其實去蹭嚴家的聲量 因為不需要他們嚴家地方的操盤就可以贏了 他們也沒有票也不是大明星 但是到了如果到了林昌佐這部分 坦白講那個對國民黨來說 當然那邊軍工較多 眷村也有 國宅也多 但那是一個不同的打法 不同的做法 所以我不覺得朱立倫 未來在這個真的要去清場 說要去罷免林昌佐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不一定可以占得了便宜 但問題是在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去罷免 這個比較重要 就國民黨你到底是在想什麼 你大野欺負小野 你老是國民黨去找這些形象 比較鮮明的這些小黨的人物 然後去罷免他 你到底是罷免給誰看呢 是罷免給北京看嗎 但我覺得還是要講 就是說我其實一個善意的提醒 我有一點是同意剛剛原資的說法 就是說其實出來投票就是自由意志 我覺得現在我們也不要一直講說 說地方不給年輕人機會 因為坦白講這確實是 就是說你必須要去清楚認識到 對地方就是有些長輩不認同 那這些長輩你當然 他也不是被槍壓著嘛 那所以可能未來的所有要選舉的人 這更要重視地方的經營 我覺得這個對於地方的經營 是還蠻重要 如果我們一直在講說 這個地方派系這些人恐怕我覺得也不好 也是反效果 對於未來我們要經營地方 重點就是人家有地方有經營組織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 第二個我要講是說 其實這次是戰略錯誤 因為真的是誤判 一開始認為說他不會過門檻 但是我已經我其實講了很多次 就是說事實上嚴加在地方的選票 是大於國民黨的選票 每一次包括嚴清標在馬英九在做總統 在選總統的時候 嚴清標的立委選票 是比馬英九的票還要多出一萬多票 嚴寬恆在上一次韓國瑜選得那麼難看的時候 嚴寬恆逆風成長逆勢成長 他的選票還是比韓國瑜多出了一萬多票 換句話說本來他們地方派遣票大於國民黨的票 所以我覺得這戰略錯誤 剛剛時期也提到 就是你一開始到底要冷不熱的 要熱不冷的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那到最後來不及 我覺得講白 否則你看今天這狀況差五千票 其實如果動員下去 這個空早一點打下去 是有可能就不同意會大於同意票 我覺得這是第二個 第三我覺得其實陳柏惟他這次 我覺得也樹立一個典範 什麼樣的典範 就是說第一個他真的是一個平民 而且他是一個不完美的平民 他沒有漂亮的學歷 但是他有勇氣 他雖然有一些過去 但是他肯承認 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這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的選民會願意給年輕人機會 但是當到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在講說 要不要給年輕人機會 是要不要給專業機會 那否則到說那嚴家 嚴立民也很年輕啊 你要比年輕 他比你們還年輕啊 所以我就說重點不再說 有沒有給年輕人機會 就是說到底專業的人士 或者有志於以這個價值 為取向的名義代表 能不能在地方派系的 這個地方生存 所以我一直要講說 地方政治是我們民主化 最後一禮物還沒走到的 全台灣你可以看大部分的議長 其實我做過統計 全台灣的包括六都 包括非六都的這些議會 民進黨只佔多少百分之二十八 其他就國民黨加五黨籍加起來 是七十二啊 七成多 七成多的都是所謂國民黨加五黨籍 為什麼我說五黨籍算到國民黨 因為你看議長投票就知道嘛 所以我們的臺灣已經六都也都政黨輪替過 總統也政黨輪替過 我們的立法院也都政黨輪替過 就只有我們地方政治一直沒有政黨輪替過 到今天為止都還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民進黨 顏寬恆的論文裡面有寫到這個重點 對那這個部分一定要處理 這個部分不處理 我覺得今天 因為大家都一直放大嚴加 其實地方派系不只嚴加 他們還有紅派 議長是紅派的 副議長才是黑派的 那這是過去就那大家覺得 比如說江啟臣 江啟臣看起來他還做的黨主席 江啟臣就是紅派的立委 事實上江啟臣他的光鮮亮麗的背後 也是這樣子骯髒的地方政治 但是包裝得好嘛 所以我說這是我們要關注要處理的 我想要請教一個問題 我覺得每一個來賓都要有意見 什麼問題呢 請問你覺得嚴寬很會投入補選的舉手 不然還有誰 你們覺得不會喔 你覺得不會 這次老師覺得不會 葉原自己覺得不會 永鴻也覺得不會 我覺得是他妹妹 是喔 就是說已經說好了 我的感覺 純粹就是第一個 年輕人嘛 第二個相對比較更沒有包袱 第三個就是 可是那個大風吹聲 可是不管是嚴寒 對 就是應該 那個就是嚴家 沒有主持人的問題應該說 認為嚴家會進入補選的舉手 不論嚴寒 還是嚴立民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嚴家 對 重點是嚴家 我是覺得要觀察點是什麼 是說作為執政黨 有沒有挑戰的一個決心 所以其實我們這時候 比較關切的是 民進黨要不要讚 其實這個時候 會給全世界 剛剛就是 補選怎麼可能不讚 補選怎麼可能不讚 反而是覺得這個時候 剛剛很多年輕人在看 最大的鼓舞 是在民進黨出手去讚 讓年輕人覺得被鼓舞 就是打一場 而且民進黨過去傳統就是 不管怎麼樣就是要讚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最大補選 我算是傳達哥的講法 其實不只這場補選要讚 那事實上其實民進黨 過去也都有提名 然後其實到後來那個誰 一個議員稱 陳世凱 陳世凱後來差距也很小啊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陳世凱只差一千塊而已 差一千塊而已 差一千塊其實是補選的時候 對 補選的時候 但是如果大選 其實從陳世凱到這個 陳維伯的這個過程 其實你會看到那個地方 其實地方派 我剛才為什麼要講那個 這一次的罷免的票數差距這麼小 因為那個地方 你看到地方派系 在不在 在 但是地方的影響力 和後來新興的年輕人 或是跟他講外來營營的 不像原家在這邊說 這堆是我們家土地的這群人 其實那些人是在增長的 所以當然要讚 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你是看到的是 雖然地方派系 還是有把持的能力 可是那個質變是存在的 這是第一個 而且我還是強調 我覺得綠營民進黨 不是只有這場補選要讚 接下來 既然 這個國民黨 從連續的 不斷的 有各式各樣的 這種仇恨式的罷免 或者是挑起這種 以地方派系為利益 主導的罷免案的話 那你就是以戰 我真的講 只能以戰指戰 所謂的以戰指戰 不是說我們去挑一些 國民黨 地方哪個地方 綠大一點 然後就來反對幾個 不是這樣子 而是像如果你要罷免臨場左 好 我們就真的從一開始 就把這一場 這種對抗 直接的張力拉到最高 告訴大家 其實這樣的罷免是不對的 就來正面對解就對了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